佛昌老師學友會 佛昌老師學友會的第四周年慶 感謝我們佛昌老師十幾年來 對我們的教導有幾年 還有跟我們一起過 我們要在這邊再次謝謝我們的佛昌老師 在哪裡 在這裡 謝謝 我們佛昌老師學友會 的會員是來自於我們佛昌老師的 我們的口才班的同學 我們口才訓練班的都是一樣 是我們要就是要提升很多 就利用我們的 藉由我們的口才訓練 來提升我們說話的表達能力 而且還有我們人際之間的溝通等等 像我們今天我們舉辦這個說笑話比賽 就是要讓我們所有的同學 像我們平常所學習到的口才訓練 先把它發揚出來 發揚光大 那說笑話真的是不是簡單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要讓台下的觀眾 聽起來這樣哈哈大笑真的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今天所有參加的 我們的學友的參賽者 我們學友會裡面的佼佼者 都是精英 那我們等一下就似乎以待 我們等一下就 這個期待 他們的最優 最優的表現 勵祝大家 每位參賽者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接下來要來說明我們的評分的標準 那當然我們說話 就是要有幽默感 有趣味性 還有我們說話的內容要生動活潑 還有我們肢體也要很自然 風度這個颱風藥名偉見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評分標準 那今天喔 這個在場的每一位都是最佳的評審 那我們就是用最公平公正客觀的 來選出我們今天最優 最優秀的參賽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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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